随着本土疫情升温 行政院推动简讯实联制 之后搭乘公车捷运 也可以扫描QR Code记录足迹 台北市公共运输处 已要求公车及捷运公司 5月23号前需申请下载 简讯实联制QR Code 并尽数张贴于车厢内 配合行政院5月19日 推出实联制系统 我们已经请所有市区公司业者 还有捷运公司 自这个网站上下载 车站跟车料的QR Code 那后续这些QR Code 他会张贴在我们的车站 还有在我们的所属的市区公车 每台车上都会有进行张贴 那民众可以利用 所下载的QR Code扫描器 然后去扫描这些QR Code 那就可以记录说 就可以完成实联制的登录 那公司业者会将这些 实联制的QR Code 张贴在我们的椅背 或者是我们车厢的车窗 等等相关适合的位置 那民众 透过我们的QR Code 简讯实联制QR Code 交通局表示 尽管没有强制要求民众 一定要扫描QR Code 记录足迹 但为了自身 与他人健康安全 呼吁民众配合使用 记者林奇慧台北报道 发展时 得很明显 进行 和